Desla Model Y 小改款的消息傳了一年 車尾及內櫳的佈局一早被傳媒爆發出來 老實說,都是大家一早預期內的事 但近來有傳,之前一直只是在美國推出的七座版 會隨著小改款的推出而擴展到全球市場 即是說,香港都有機會引入 作為香港好賣得一街都見的 Model Y 一直只有五座版本 而近來不同汽車媒體都有報導 小改款的七座版Model Y 將會在歐洲、亞洲及澳洲等地推出 而中國媒體萬點Auto 亦報導 小改款Model Y 的五座版本預計會在 2025 年第一季交車 而七座版本預計在 2025 年第四季 會在中國市場推出七座版的原因,當然要供銷量 來於Tesla 暫時沒有推出新車的計劃 所以小改款的 Model Y 自然要加一些新椅 而值得留意的是,現行七座版Model Y 第三排是採用摺疊方式 即是大家很熟悉的臨時第三排 要用的時候才打開它來坐 而且都是偏窄的設計 晚點Auto 說,他們問了接近Tesla 中國的消息人士 小改款Model Y 的七座版會是特工版 至於如何特工法呢 例如它會否增長來改善第三排空間 當然未清楚 而除了七座版,路透社亦有報導 至少改款Model Y 亦有很大機會推出六座版本 他們引述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來源說 Tesla 已要求供應商做好相應的準備 以應對上海工廠的 Model Y 產量會有兩位數的增長 至於為何會推出六座版本呢 是一位六座版的新能源SUV 成為中國獨有的熱賣車款 理想、蔚來、文介等都要推出相關車型 它們普遍還有一齊冷暖椅 還有按摩功能 Tesla 要維持中國的銷量,確實要更加花心思 既然中國極可能會有六座版和七座版 那麼香港會不會有很大機會引入呢? 如果引入的話,你想要六座版和七座版呢? 不妨留言一起談談 Volkswagen 在去年三月時說過 研發定價大約25,000 歐元的新入門電動車ID2 All 但之後有傳,VW 覺得入門級電動車市場競爭太激烈 未必有利可圖而取消研發 但早前外國媒體 Cars Groups 在德國紐寶寧發現車 而且還拆好偽裝去試 會否代表著很快便會發表呢? 按之前傳聞,ID2 很大機會採用 MEB Entry 電動車平台 會有軒背車和Cossov 兩款車型選擇 按照現時的相片來看 量產版很大機會延續概念車的設計風格 車頭用橫貫式 LED 日行燈 滾面罩原用 ID 家軸設計 充電位設置於車頭 馬力有望達到226 匹 載行力可達到450 公里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我們就應該在 2025 年見到它 說起入門便宜的電動車 喜亞亦表明會參戰 等了一段時間後,喜亞終於有消息了 他們正計劃將車仔 Picanto 亦即是大家很熟悉的 Morning 作為純電版本 名稱為 EV1 雖然只是一輛車仔 但車廂會比 Morning 闊落 主要針對城市內駕駛的代步買送車 極可能會與現時的營友版一起購買 除了 EV1 喜亞還打算在 2026 年推出 EV2 的軒背車型 車長 4 米,逐距達到 2.55 米 車寸與 Stonic 相近 預計會採用單車輛 續航力介乎 300 至 440 公里左右 同樣會以滿足日常應用為主 EV2 預計於 2026 年才亮相 時至今日仍然是很多車主用的家庭車 Toyota 大霸王,Esteema 或稱為 Privia 其實在 2019 年時已經告別車坦 但車主們一直呼籲 Toyota 將 Esteema 復活 似乎 Toyota 真的聽到車主的心聲 日本媒體 Best Car 報道 Esteema 有望以純電的方式重返市場 還有機會採用全新的馬達技術 以提升車廂空間的利用率 新款 Esteema 亦會採用 Toyota 最新研發的專用電動車平台 以及用一款薄型的大容量電池組 這項技術在 Toyota 的 Fine Comfort Y 擴電車上亦有採用 不單有利車廂空間的擴展 還可以大幅提升整體的實用度及舒適性 日本媒體的預想圖則估計 新車的外觀變得更方正 車頭用封閉式軌面罩 車廂會配備大尺寸的數碼儀錶板及中控屏幕 加重科技感覺 但它這個消息老實說都傳了好幾年 暫時只有港幣 希望有朝一日會成真 另一部全會轉為純電車的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Toyota Hi-Ace 同樣來自 Best Car 的消息 新一代 Hi-Ace 預計會於 2025 年發表 Toyota 很大機會將之前展出過的概念車 Global Hi-Ace BEV 變為量產 換言之,新一代 Hi-Ace 又極大機會變身成為電動車 Global Hi-Ace BEV 概念車車長 5.200 米 闊 1.95 米 高 1.99 米 軸距 3,210 mm 由於電車,所以行車寧靜 空間帶亦靈活多變 回船半徑只有 5.5 米 擁有平坦地台設計,方便置物 乘客位亦可用作置物空間 亦配合新技術改善送貨時間 例如行車路線及顯示下一個包裹的目的地 動力上,暫時全會用馬力輸出 150 匹及 294 Nm 扭力的馬達 將來更有機會推出一款尺寸較小 以 Grand Ace 命名的車影 大家覺得真是轉為電動車的話 Hi-Ace 還有沒有吸引力呢? 最後壓軸的當然是傳聞中的日本版本 Toyota Alfred 40 系的 Alfred 和 Wellfire 在日本於 2023 年 6 月 21 日上市 發售後兩天因為訂單過多而暫停 而時至今日依然這麼熱賣 在香港亦一樣 過癮的是日本媒體 Best Car 的編輯部 說它們收到經銷商的消息 2024 年秋季會在 Exclusive Launch 及 Z 車型上加到 X 想與編輯部介紹一下 有趣地,車型車價位最便宜 有多便宜呢? 2.5L 純電汽油版預計是 430 萬至 440 萬日元 2.5L 油電運能版本大約是 490 萬至 500 萬日元 亦即是 233,000 港幣就買到一部 價錢便宜了,資料當然要平民化 入門版只會有 8 座規格 將椅子用織布加合成皮革 電椅當然也沒有了 LED 最裂式的方向燈亦沒有 中控屏幕尺寸會有 14 吋,縮小至 9.8 吋 但 12.3 吋的數碼儀錶板便會保留 喇叭會有六角,亦維持基本的車內娛樂和訊息顯示功能 聽上去就好像很夢幻似 但老實,X 車型其實都不是甚麼新東西 因為 30 系都已經有 X 車型 定位亦是入門級 當時的車價都是 359 萬日元 亦即是 196,000 港幣 而這口價比起剛才說傳聞中的 40 系 X 版本還要便宜 它還用 16 吋輪圈,內裝用料依然是皮革 但減少了電度 車廂豪華感自然亦減弱了 亦有 8 座版本 所以 40 系會有入門版本一點都不奇怪 問題是,是否真的秋季便會推出呢? 但日本有入門版本,不代表香港也會有 只不過若然推出,而日本又有得租的話 下次去日本自駕遊,也有興趣租來駕駛 看看有甚麼不同都很個人 不知道大家有甚麼看法呢? 不妨留言一起討論及幫忙CLS 影片 等更多人接觸到它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